还记得发生在前年造成全国恐慌的狂犬病 在经过政府疫苗施打有效的防堵之下 疫情获得控制没有继续扩散 而为了持续良好的状况 去年新北市政府也办理了疫苗施打作业 经过多次的免费施打 让民众了解帮爱犬预防的重要性 从上个月开始东宝处也下乡到了三支区 进行下乡巡回疫苗施打 由于偏乡与都市所养宠物的方式 环境都不太一样 因此今年首要将要针对偏乡地区 进行巡回疫苗施打 而屈公所表示 目前已经为300多只的爱犬施打疫苗 由于这一次已经改为收费办理 施打一剂要110元 另外新北市宠物晶片植入则是免费 每年动物的狂犬疫苗注射大概都是这时候 每年大概定期是这样子 民众这次是要付费的 例如狂犬疫苗每季的话是110块 它优待110块 另外还有植入晶片的服务 植入晶片的部分是不用钱 为了有效并且持续的防堵狂犬病 新北市政府动宝处也开始着手为民众的毛小孩 施打狂犬病疫苗 而在过去的两个星期 三支区已经设立了新华浦平等六个点 而最后一站将会在十号于横山里 以及茂场里进行施打 还没有施打的四组 千万别忘了帮自己的宠物 多增加一层保护 记者是端一以三支采访报导